咱们首先进入后台界面可以看一下 这是首页 代办事项新手限制 对于新手他每日订单量上线是100单 这个是因为这个店没有多长时间 所以说我给大家操作一下这个流程 中间是任务板块 可以按照官方的一些要求 一步一步去进行设置调整 这里边想说明的一点是 如果有些时候你发过视频 但是他后台还没有更新 这个话不用去管 他需要一个阶段 有些时候可能需要三五天连续发视频 他后台才会有个更新 像直播这块我做过两三场 他后台还是没有更新 所以说这个月收会比较慢 这个不用去 现阶段不用去操心这个东西 主要是先把这个产品上架来做好 咱家可以看一下 左侧 他这个可以把它当成国内的抖音小店后台 他这个很多功能也在慢慢去开发 去健全 可以看一下计划管理 数据罗盘达人广场 店铺计划可以看一下 然后联盟的一些知识 这里边都有具体的一些说明 对于新手来说 可以到后台去看一下 这里边 这里边的内容也是时日更新的 现在已经更新了很多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在后台可以直接看一下 英国提到现在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这是我之前上传过的一些产品 可以看一下 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他一直在审核 一直在审核 有可能会是人工忙 也有可能是出现了八个 这个凭去关心这一块 有的时候 在这块咱们可以上传一个图片 有白色 白色我把这个手套给上传上去 大家可以看 最多是九张 最多是九张 然后品牌 没有品牌的话 就不用去选择 类目的话可以 选择类目的时候 下边有个搜索框 可以直接把这个名词打进去 类目就直接出来 这里边商品描述的话 这里边要注意一下 它有些关键词 还是有限制的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产品 你们去测试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 提到个数据库里边是有一些不能用的关键词 然后商品的重量 商品重量这块按科去称 然后商品尺寸 这个要写一个包装的尺寸 这样算出来的物流费会更精准 当然根据现在一些政策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优惠券了什么的 服务条款这块可以自己来设 这块也是根据我们这边厂家的一个产品来进行设置的 然后属于这块就是颜色 如果颜色有很多种的话 可以提供一些属性 接下来还有一些价格这块 可以看一下 这块主页图你想上传的话 也是可以上传的 看自己的一些要求 这边价格 税前价就是你想卖的价钱 这个平台会自动一算出来一个税后价 就是客户看到的时候税后价 比如说9.9 他后边看到的是11.88英镑 然后发布 当你第一次发布时 这个产品可能会稍微慢点 但是就像我现在这种发了很多了 它再次发送的时候 它审核还是比较快的 对于同类目型的 其他类目我没换 所以说这个不能去给你做更多一些评价 销售属性列表 这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仔细看一下 对于平台的政策 他这个给的已经很明确了 根据不同的产品 多少运费 多少福利政策 这个根据自己去把握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块已经生效成功了 然后这块商品名称 可以进来再看一下 商品名称 比如我点视频 视频的话 这块我可以点附的 附的下边就出现一些大的类目 哪方面的 哪个大方面的食品 这块根据自己的一个要求 可以去填写 然后商品评价是这里边 因为我这块还没有开始去 这个主推这个小店 某版这块可以根据 这个某版可以先下载下来 就是这是批量上传的 当然这上面有一个问题点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某版下来下来 根据这里边的要求去填写 这上面唯一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UIL UIL的话 看你去什么平台去下载吧 连接填上去就行 在这里还有一个小伙伴会用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下过之后 你看我去填写的时候 它还是银色的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话 它上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视频里边是没有显现的 就是我上传的时候 它还是不会成功 因为它没有体现出来 我虽然把这个写的文案什么都已经写过了 包括重量了 长宽高了 包括URL了 这些都已经写过 但是还是没有太大的用处 因为它只有这个字显黑色的时候 这才算真正的上传成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按照它这个要求 必填项 一定按照它要求去填写 然后这个规格图片 这个根据自己要求 如果你是 我是建议提前去选好这个照片 这样的话 其实效率还会很高 因为刚开始的话 不可能你会上传几十种 或者说99种产品 所以说 一个一个上传会稍微好点 这样也可以去分析一些关键词 这是我在这个某都上 找的URL链接 可以看一下 这个复制上去 但这块要先做一个测试 如果打开能链接 能打开的话 就证明这个URL是可以用的 OK 现在是没有问题了 咱们可以上传 这块已经生效了 然后我就直接点下架了 因为这块我是随便走的流程 这些删除就行 删除也是这样 比较简单 这个删除的话 这个 你的小 你的一个账号上边 是会显示的 就是你删除某个产品 你上架产品 它会显示 上面产品也会显示 订单管理就是 如果你有出现订单的话 这块是有这个订单 有批量打印 这个的话 官方是有这个 标签要求 以及这个物流要求的 这个到 咱们去关注这个就行了 然后物流方式 这个一些基本的 还有一些就是 这个日用 可以大家翻译出来 可以看一下 全球标准航运 一个是 可以理解为船运吧 就便宜的运输 发过配置之后 这也是默认的 就两种配合模式 看 看如果你成交的话 看自己去选择 上面活动这块 这里边的话 跟 如果有的话 就是你正常去报名就行了 这个可以看一下 有些 有些的话 有些活动是已经截止了 这个根据个人要求 你们去 随时关注就行了 因为我这块是没有去 去看这块 目前的话还是 以独立站为主了 这边 营销工具的话 这边是四个营销工具 一个是单品折扣 一个秒杀 可以看一下单品折扣 我这边给大家设置一下 可能会有点啰嗦 但是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些东西 这是时间 然后在这再点一下 这就可以了 折扣架 然后是一口架 可以看一下这个实例 当你看你选的一个产品了 就是设置多少 给你自己一个要求 比如设置这款 11.88OK 打几折 就可以直接 然后每人限购多少量 也是可以设置好的 这些提前都要 想好 现在这个 无流上出现的问题 就是人多 并且它后线服务 并没有 配套 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所以说这块的话 对于想开小店的人来说 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现在开的话 像我刚才设置了500克 我的长光高的话 运费度的4英镑 所以说你在选笔上 大家可以把中心放在选笔上 去测算这个标准 英国人没有想象那么多 现在的人很多也在去搞英美联合店 等结果 等测试结果就行了 跟着大环境来走 没有错 试错的话 建议小白不要去试错 这个程度还是很高的 如果你没有直播团队的话 去做这个抖音小店的话 这个其实效果不一定会很好 然后提教一下 就这个活动算创建成功 可以看一下秒杀 秒杀活动也是一样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点慢 这个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慢是因为这是内网 需要用外网 在之前的时候是用内网是可以的 但是TikTok的发展 可以理解为一天一小便 两天一大便吧 很多东西 无形的东西在不断的去测试 所以说这块我也不能 跟大家说这个东西 我讲的东西很全面 但是目前来说 就是我能遇到的问题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的话用 我这个翻一下墙 是会快很多 这样给大家解释 会比较清晰点 内网的话 你可以一大早 八点的时候你用 那没问题 灯的人少 这个就是这个秒杀活动 给大家做的一些设置 可以看一下 设置限制 暂物限制 这个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产品要求 去做设置就行 然后营销功能运费 折扣这块可以看一下 对营销 这块的话 提到个给的方案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想定办法让这个大家去卖货 然后运费上怎么免除这个 根据要求 官方的话 现在是10英镑的话 应该是免免免这个免除一部分 但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截止的话 这个也这个不好说 因为发展比较快 现在开小店呢 因为现在开小店是无门槛 很后期如果人多的话 可能会随时取消 用会缺的话 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 你如果产品利润可以的话 你想做一些促销的话 在这边是可以开设一些 这个优惠券的 如果说你仅仅是用来测试单的话 没有必要 像我自己做的一个产品 就是为了盈利来做的 它出不出单无所谓 但出单了就一定不要赔钱 因为它 因为我是在做B端 做品牌宣承做引流的 没有把这个做C端放在重心 所以说 对出单量这块的话 我暂时要求还不是特别高 折扣金额 可以可以根据自己要求 如果你想出现爆单的那种感觉的话 你最好先做一些测试吧 真实的 这是一些真实的数据 如果你很多东西把握不入的话 你可能试错成本比较高 然后账单 这是有资产的一些账单 这个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然后下边是一个数据落盘 这个上周应该是三月中旬变了一次 之前的话 不是这种模板 现在是变了 当然是想查也可以查 近期日的话 是中间隔两天 然后之前的话是可以看的 看临近的 然后下载的话 可以根据七天去下载 导出数据就行了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 然后点赞量商品访客量的话 这个也是根据你挂小黄车的时候挂的是哪个 下面有一个自营数据 还有个联盟数据 联盟带话这块我没有去邀请这个达人 只是设了一个佣军 邀请达人的话 在达人广场这个其实做起来还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只要花时间去做就行了 然后发布视频答案数 我是一配四的模式 一个主意四个负 负的话两个其实之前出问题了 问题的话 这个直接就发了一个视频 就直接两个答案号就没有了 如果想了解的话 可以小伙伴可以跟我这个聊天 这个发信息给我 我这块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这直播的分析 直播的话当你开账号的时候可以登这个后台去看一下 我之前做过一些测试 就是要看哪些号这个有这个流量 就是开过一些 但是没有达到这个官方的一个要求 就是市场 只是做了个半个小时一个测试 然后下边就是如果达到任务要求 我会给的官方给的一些扶持 就看自己对这个理解 然后商家的基础信息 店铺信息 品牌 然后仓库地址的话 这不用想 你直接 要么就是退 要么就别不要再退到国内 想都不用再想 直接不要就行了 如果出问题的话 然后支付信息 这个就那个派演赢 办到派演赢这块 派演赢的申请的话 包括这个PayPal的申请都比之前要慢很多 我前段时间给一个工厂做申请 10天 用了时间才下账号 中间打了三次电话 并且才加急了 让他才申请下来 这就是当前这个状况 做这个申请 这个平台很多 万里会了 这些都在申请 就今年可能会是一个爆发期 然后就是店铺诊断 出现问题 也会根据这个去诊断 还有一个帮助中心 帮助中心的话 就是有什么问题 直接留言 但是或许不到信息 他会24小时给你回复 这是可以达到的